来者何人 唐门门主 唐二 暗器伤人 算得了什么好汉 将死之人不必躲烟 暗器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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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既然走不了 回去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他们肯定一口咬钉是我干的 我怎么说得清楚 对了 巧儿 昨夜 你怎么一个人在山里啊 我 我睡不着 散在心 赏赏夜 一个姑娘 武功这么高 身更半夜鬼鬼祟祟 一个人在武当山瞎转悠 你说得这么好听 我也得吸你才行啊 喂 你这人真是好赖不分 不讲江湖道语 我救了你啊 你居然还血口喷人 哎哎哎 姑娘息怒啊 哎 那你既然在的话 你有没有看清楚 是那个姐姐 伤得吐司少爷 我看到了 太好了 我的清白就靠你了 撒手 你怎么说啊 嗯 这个 巧儿姑娘 你跟我回去呗 帮我做个证啊 我不去 喂 这 这可事关到我的名誉 也关系到武当山的荣誉 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你难道就要借此不救吗 没关系了 反正你也死不了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喂 江湖救急 帮帮忙吧 这是你家门口 又不是江湖 再商量商量 没再商量 喂 喂 别教我学呀 别走啊你 我不是故意的 别 别走 山柳熊 义父 快放开我 快不行了 年龙 难怪我转手 起来 你一无一时地跟我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海消 走 我弟弟被玉京打伤后 高烧不退 胡言乱语 到现在都卧床不起 怎么办 真不是我干的 你武当为中原名派 对凶犯如何守治 全凭贵派定夺 你的俗大弟弟 根本就不是我打伤的 京儿 我打伤的 你看看他 如此嚣张 对待这种武当门风的败类 务必要严惩不淡 必须要严惩 不可饶恕 不能饶了他 少主啊 这原本呢 也就是两个孩子 私底下打打闹闹 我看你先息怒 不要为了这件事 伤了贵府 与武当派的和气呀 伤和气的是蓝玉京啊 掌门你心里应该明白 我弟弟憨厚老实 不会一招一拾 而玉京 精通武功 拳脚厉害 成天打打杀杀 他打我弟弟实力悬殊 明摆着就是欺负人 驾 驾 贫道多有得罪了 要不二位说说 有什么可以惩戒玉京的办法呢 这蓝玉京在武当山上惹出的祸事 可不是一两桩了 这次啊竟然惹到了山门之外 我看哪 不如趁此机会 将他重重的惩罚 让他有所收敛 吴亮长老所言甚是 这蓝玉京啊 平日对于诸位长老 自是不敢造词 可是我们不自卑 轻自卑